自吹香复明村的吉鲁站部落主人 从民国80多年就开始争取要设置部落聚会所 当作是部落碎石记忆还有日常活动的空间 但是碍于用地始终没有办法解决而停摆 最近几年部落头目提议部分土地存购或成猪 经过讨论之后部落终于达成共识 并且在上个月25号土地顺利存购一波 土地问题圆满解决了 部落聚会所兴建也终于有希望 这一张张大年初式的部落会议画面 吉鲁站部落头目与阿牧 由于用自己的土地以半捐赠方式 来成全部落成瘾以来 未能解决部落聚会所用地的问题 部落族人齐聚讨论后 吉鲁站部落在今天正式成购一波土地来使用 早年在当部落总干事十年间 就争取推动设置部落聚会所的部落头目与阿牧 在民国80年近身为头目后是更加积极 但是二三十年下来 土地问题始终都无法获得解决 也延伸出了部落意见分歧分派而言当 直到这一两年 乡长陈静光的支持 以及相代表林玉芬积极居中协调推动下 土地问题终于拨云渐日圆满解决 地已经处理好了 归为乡有地 所以就完好去策划了 代表会 部落头目与众心长的表示 部落头目与众心长的表示 聚会所就是部落族人的家 部落青年会干部也不断整合各方意见 寻求各族人的最大共事 现在部落逐渐团结一心 共同解决部落聚会所的用地问题 青年干部感谢部落头目的牺牲努力 未来也将会在部落聚会所里 学习传承吉路战部落特有的文化 当然是希望说 把我们吉路战的特色 就是我们以前主义老人家 就是我们那个 你倒拜的那个特色 还要呈现出来 在一个门面 展现出来 就是我们部落的那个精神 推动建设吉路战部落聚会所 乡公所向上争取获得130多万元的规划费 目前都已执行规划完成 现在土地问题没了 后续部落聚会所相关批减作业 乡公所也将在今年度全面来推动执行 希望尽快完成部落殷切的期盼 记者是越南瑞瑟采访报道